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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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下一位是大家都不寫來最前面 很奇怪 就像有些人都坐在最後面 很奇怪 往前面 好 這個是徐瑋瑛 對不對 來 你要用什麼頭 這邊沒有 有嗎 這個嗎 不知道為什麼又多了一個 有些人現在請 嗨 大家好 我是沒有人 這是我幫我的提案取的名字叫Jason Vue 簡單來講這個東西跟大家可能熟悉的 所謂的Open Data的應用不太一樣 大家在這邊提案的東西可能都是想辦法製造產生Open Data 但是我想的是說大家產生的Open Data之後 我怎麼把它快速的推送到Client端 讓Client端的工程師或是說設計師能夠簡單的 用最低的成本把它Push到畫面上 這東西大概是我六月開始做的 本來是想要上一次來參加Hackson的時候就想要提案 但是那個時候在瓜裡頭很多幹話 所以就沒有想說想要等到能夠收斂的時候再來 我剛剛開始的時候有講了 就說這東西我想要做這東西 但是這樣另一個想法是說 我是自學工程師 所以我一路學Java 學Android 就我發現工程師這條路變得很奇怪 就說為什麼我學個Java 然後到學會了Java之後我學Android 我要學一堆XML 我要學一堆什麼有的沒的 然後這東西一路上這樣子一路成長 好像永遠不會收斂 但是這東西我寫出來的東西 事實上本質其實還是沒有變 所以我就說乾脆趁這個機會把它一起收斂一下好了 解釋一下我到底要做什麼東西 簡單說這是一個套件 我在我的Android專案裡頭直接匯入這個套件 它是一個簡單的JAR檔 它不像現在大家熟悉的什麼 我要做JCM 要匯入一個support的library 不是這只是一個JAR檔而已 你直接插到libr裡頭就可以用了 它像 我們使用一個 在Android裡頭使用一個list view 我們要準備一個adaptor adaptor大概要準備這些參數 什麼之類有的沒的 但是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參數 它用的都是Android提供的預設的元件 如果說我準備一組JASON JASON我丟進去給他 他會這樣子 他會直接把JASON當成字串一樣丟出來 如果說我希望他能夠整理的話 我就要準備組很複雜的那個gate view 他這樣子會比較能夠整理過 但是我希望說能夠做到 我用前面第一個那種很簡單的形式 我不需要準備gate view 我只要準備有layout 我只要有ID 然後data這樣子丟進來 它就可以像是整理過的樣子了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的提案 我需要的是說 我希望能夠繼續把這個套件 繼續擴充它的功能 我們不是只能讀JASON而已 還能夠例如像說 把讀進來的JASON 轉成SQL什麼之類有的沒的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謝謝 謝謝